如何在鱼女手中救人啊 今天帅老师来教你们三种方法 最后一种非常实用 鱼女手椅子强不强 这是毋庸置疑的 尤其是地下室和开了二节的鱼女 更是强的离谱 那如何在他手中救人呢 先来看第1种方式 就是秒救或者撞救 这种方式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保证能够救下队友 因为他来不及放叉子 但这么做也有一个坏处 就是如果秒救的话 机子可能会不太够 所以这招一般来说 尽量不用 除非机子够 OK 再来看第2招 你们看就是这样子 当鱼女 叉子还没有生回来的时候 直接进行救人 这种救人方式非常安全 基本上可以保证无伤追下队友 因为鱼女受杀是有一个后摇的 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队友可能没有二六的空间 那除了这两种救人方式之外 还有没有更靠谱的救人方式呢 你们看我这波救人 这波救人有一个细节 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 如果你之前会 那就当我们说 如果不会一定要好好学 就是当你靠近椅子之后 一定要贴椅子 这么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 就是鱼女没有办法再用湿器去围你 因为有时候你在椅子前面 薄液 鱼女可能会用湿器包你 这样你的薄液压力非常大 一旦湿器快到100 很有可能就会直接救不下来 所以如果你们能够像我这样子 贴椅子去救人 就可以避免被围 甚至运气好一些 还可以避免湿器 你们看我这几次救人 都是用这个方法的 非常实用 而且在救人的时候 压力也很小 相当于就是一个 白板监管手椅子 那上面还有一个细节 我没有说清楚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 就是如果你准备贴椅子 正常救人的话 一定不要提前 吃很多的湿器 一定要在他吃完叉子之后 再上去 进到他的湿器去 不然你一贴椅子 生涉的湿器 可能就过半了 这样子救人非常容易被震慑 那如果他一直不收杀怎么办呢 可以进行走位骗一下 一定不要提前 吃很多的湿器哦 好了 如果你之前 不会在鱼女手中救人 那这一次总学会了吧 如果有学会的小伙伴 一定要记得 把本期视频分享给你的小伙伴喵 以免下次找不到 我们下期见 拜拜